大家好 我是米亞奇老師 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一款 日本最熱賣的免沖濕護髮產品 它的名字叫做 法式甜牛護髮水凝霜 這邊 現在呢 要教大家 如何用法式甜牛護髮水凝霜 來讓頭髮變得更柔順喔 那首先呢 我們一樣在手掌心 擠出大概兩顆花生米粒大 然後呢 把它戳開 這一款水凝霜它可以讓頭髮呈現比較有髮術感 頭髮透過我們造型後 在塗上 法式甜牛護髮水凝霜 可以讓它更加有彈力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得到比較有層次感 以及有彈力的捲髮了 剛剛用護髮水凝霜 它呈現出來的感覺會有一束一束的感覺 因為它是護髮水凝霜 它裡面特殊的成分 可以讓頭髮呈現出一束一束 但是又不會覺得是硬邦邦的 這是護髮水凝霜的特性 現在要用護髮水凝霜來教大家可以編出 就是比較特別的造型 透過水凝霜呢 我們可以稍微把頭髮抓分為三束 然後來做編髮的一個動作 它就可以讓我們頭髮剪低毛罩感 重點是喔 它又不會有油膩膩的感覺 然後手心還會有殘留一點點的護髮水凝霜 我們就可以稍微輕輕的 將頭頂毛罩的頭髮稍微抹順一下 這樣我們就可以創造出一款比較甜美的造型喔 剛剛使用護髮水凝霜 那它可以幫助我們在編頭髮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毛罩的感覺 然後它會增加它的光澤度 然後編的時候頭髮不是都容易鬆散掉嗎 它可以讓我們的髮術可以凝固在一起 然後編的時候就會有這種交疊感 那以上就是我們完成的作品 今天已經做了 我們有記憶到的 他的造型 他說不是居然會很容易 又想要臨怎樣 他不是居然會這樣 做人家常常的感覺 部份的感覺 我是有麻金